游戏 以为之甚 岂可在乎 老夫纵横半生 从未在招数上 输过一招半逝 好 不愧为张三丰的传人 前辈手下留情 在下佩服 宋远桥愿给英老前辈疗伤 不劳大侠费心了 那接下来就由宋某 来领教英老前辈的高招 宋大侠 我刚派一车轮战 打一个受伤的老人家 这不公平 公子 是他 他犯牛 爹 是武器哥哥 这小子失踪了一天 怎么又冒出来了 他这一来不知是好是坏 他身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啊 善哉 善哉 让我先杀了那个白美老爹再说 快 前辈动手 你是为昆仑派掌门人 竟如此对付一个身受重伤之人 也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 要你这个无名小子多管闲事吗 小子 你是谁 我叫曾阿牛 碎 麻烦 向来 cie 让你 Crump 马上 啊 2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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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share with you 啊 啊 啊 MING 好 多谢小兄弟 何太冲 老夫领教你昆仑剑法 空文大使 事先说好的 双方依照武林规矩逐一对战 不错 明教自杨卓氏以下全败下阵 但我殷某人还没有死 也没有认输 大师乃一派宗师不可出尔反尔 以多取胜 屠戮我名教 各门各派稍等片刻 我等必须言而有心 真是麻烦 我空通无脑 就是来解决白门英王 因老前辈伤重在身 不如我先替你上阵 王辈作不成 前辈再出马也不迟 你应当不是本家教徒吗 王辈不属灵教 也不属天鹰教 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 今日和前辈并肩俱敌 乃师分锁应当 不妥 你的内力深厚 老夫自叹不如 但是本领再强 也敌不过对方 人缘不断的武林高手 连番上阵 我英天正 为教而死理所应当 你与平教毫无瓜葛 没有必要 白白断送在这光明顶上 喂 废话讲完了没有 你 你老前辈 前辈 你老前辈说 你们五个不配跟他比拳 除非先渗得过我 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 你小子是什么东西 今天让你知道 空同拜七伤全的厉害 人身五行 心属火 肺属精 肾属水 皮属土 干属木 再加阴阳二气 一炼七伤 七者皆伤 这 这 这是我派七伤全国走狗 你怎么会知道 七伤全的全功 每练深一层 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伤害 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 以晚辈的捉剑 前辈的七伤全 还没练到家 英老前辈 你先歇息吧 这一掌 晚辈代劳了 小兄弟 多加小心啊 小子 太看不起我们空同派了 大哥 少跟这小的啰嗦 看拳掌 唱 乾坤大罗仪 爹 你说什么 不可能 他不可能会我名叫的无上兴法 不可能他能把对方的全境移走 这分明又是乾坤大罗姨啊 不对 怎么不对啊 爹 就算是乾坤大罗姨 没有足够的内力是不能运用自足的 爹 不要再乱猜了 待会儿等他打完了过来 问他一下不就得了 不就得了 岂能容你 老娜要动手了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快 快 是龙找手 小兄弟 不可大意啊 公子 小心哪 大师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 你心里不说服吗 没有世界 这种事世界我可是过来人了 我踢云纵 这少年怎么会我武当派的踢云纵呢 施主 你这是逃命 不是比武 大师招招要我的命 我就只有逃了 大师如果真要比武 也行 小可奉陪 不过 要是我赢了大师 那要如何 好 年纪轻轻 口气倒不小 如果我在拳脚上输了你 要杀就杀 要斩就斩 大师严重了 若是晚辈输了 自当听凭大师处分 不敢有半句一言 若是侥幸 能够赢得一招办事 还请大师 退下光明顶 老纳不信龙找手治不了你 少林派龙找手 乃天下擒拿法中无上决意 既然你吱吱甚响此时投降 不急不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 方才对招的时候 我发现大师的三十六招龙找手 练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 好 一句话 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找手 我立即回少林寺 从此不出寺门 大师严重了 请出招吧 你要是还以轻功闪躲 这场比武是打不完的 行 晚辈若是再倒退半步 便算输了 好 应要赢得公平 输也要输得心服 接着 捕风 转营 手心 捕色 披抗 倒戏 倒残 手缺 八十连环 捕风 捉营 捕蟹 捕色 披抗倒戏 保存手缺 你什么时候偷学到我少林派的龙找手的 是刚刚大师教我的 龙找手是我少林逆学 为何这少年能后发先制 而且出招的守法尽力 方向部位 更是稳训兼备 有如数十年苦练之功一般 他真有过目不忘献学献会的本事吧 这龙招手如此厉害 必是经少林派数百年来千锤百练 是可说是不败的武功 只要我学了 乾坤大夺以后 能很快地记住他的招式 一样画葫芦 以龙招手与他对攻 若真要以别的拳法取舍 当真十分简单 好 我就以正划凡 盗着他 盗着他 好 以正划凡 万倍 是仇公主人啊 不败广据 Él 罢了 曾施主 的确比老衲高明得多了 万辈是以少林派之武功 胜了大师 对少林派而言并未示威 今若以其他招式 恐难占得大师半点上风 曾施主仁义胸怀 老衲既敢且配 万辈犯上不尽 还请大师恕罪 这龙着手 到了曾施主手里 竟然能有如此威力 日后有时间 往驾灵避寺 老衲要一尽地主之仪 多多请医 不敢不敢 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 万辈年幼学浅 还怕来日有机缘请大师指点 阿弥陀佛 不知前辈有何建教 他是华山派掌门 显玉通 武功平常 诡计多端 我可从心党 哈哈哈哈哈 曾少侠请了 哈哈哈 你坛中血中我丧门断魂钉 最多过过三个时辰 哈哈哈 此少侠虽神功改世 连拜昆仁空铜 甚至连少林神僧也敢拜下风 但终究还是拜在我华山派之下 原以为有人可以带我鸣叫出头 眼看着就要化现威仪却遭人暗算 天要亡我鸣叫 夫夫何言啊 我等就是拼到最后一口气 也不让六大门派顺心如意 别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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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作士 这位小生弟他没事 他明明中了 别拼了 别拼了 他一定是以乾坤大罗仪挪学一位 所受的只不过是皮肉伤 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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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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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厉害啊 潭中学乃人身死学 他居然没事 但不知是哪位高人门下 调教出这等近视罕见的少年英侠 宋大侠 六大门派中只剩下贵我两派了 老尼姑女流之辈 全仗宋大侠主持全局了 哦 灭绝师太 我七弟和英教主已对过阵 未能取胜 灭绝师太剑法高超 定能制服他 好 我峨妹派就出这个头 有劳师太 好 千万 曾少侠手无兵器 灭绝师太 你不能以无坚不摧的倚天剑 来欺负人 曾少侠 你用什么病人 多谢前辈好意 我不需要病人 晚辈剑法平庸 绝非师太对手 实在不敢和前辈敌对 前日前辈曾对名教锐金旗下 高抬贵手 何不 那是你救的 不必讨这个人情 那天算你命大福大 挨我三掌不死 今天你休想过我倚天剑 出招吧 晚辈 从没练过剑法 不知道如何出招 还是师太先请吧 我不会对你客气的 好一把一天剑 我去帮你夺来 少侯来 别想破坏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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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 rad Mandarin 一人咱 бы 够回车 你不把机会 你不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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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你与不够 我认为是你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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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你 原来你是为了周姑娘 才侵怒我 原来你喜欢 他竟然已经练到了 乾坤大挪移第七层 化有形为无形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清术 不可 清术 武当 武当师父还要派人 去吧 隔背 今日之事 我武当派已尽了力了 将是魔教气数未尽 上天派来这个奇怪少年 前来相助明教 我们若再执意禅斗不休 那么 我们这些明门正派 和魔教之间 又有什么分别呢 对 大哥说的是 咱们即刻回山 请师父指点太极弓 日后武当派定会卷土重来 待着少年商与之后 再卷胜负 武当就此告别 还请各位门派 一起下山歇息吧 请桑子 我和你无怨无仇 不想伤你 可是我和杨潇 抽身四海 你让开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不容任何人 杀民叫义人 那我只有先杀你 再杀杨潇 你当真不让 不能让 你六叔 你又杀了我吧 你叫我什么 你六叔 吴静 你 你真的是吴静吗 江湖上 远远都在避问我义父 鲜讯的下落 在不受欺饶之下 我只能化名为赠阿牛 现在我随时不会死 在 在阴灵叔面前 可以坦然相告 你真是吴静 你是吴静 大师哥 是吴静啊 是吴静哥的儿子张无忌啊 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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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知道他是张无忌 这 才会比他来的 吴静 吴静 到今晚 并远 不免 不免 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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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姬 你看 你都长这么大 你拥有这么高的武功 吴姬啊 想必你 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吧 师母 我外孙 外孙啊 外公 外孙 我的好外孙 原来单打独挑 威震六大门派的少年英才 是我阴天正的外孙啊 外公 吴姬 吴姬给您磕头了 吴姬 好 好 素素 生了个好儿子 吴姬 外公 英王 你自立门户 远可不必理会明教 但你依然为护教舍身力薄 这番大情大义 宋某佩服 吴姬啊 您可以下山吗 我 赵公子 赵公子 不及伤重 恐无法远行啊 那好吧 等痊愈之后 定要回武当一趟 也好让你师公见见你啊 叫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我会回去的 我也想师公 我会回武当的 快把我原真师兄的法题交出来 不然我一把大火 烧得你们个个尸骨全无 你发什么癫呐你 这是笑话吗 你这活屠贼我们都不要 要原真那死和尚干什么 你 原因 我们一直都在此处 并未见魔教人来过此地 也绝不可能有人 在我们眼下带走原真 可是 原真师兄的法题 确实不见了 只有一个解释 怕是其他门派 收取本门死者尸身之时 误收了去 张施主 大师 别忘了你我之约啊 若得空 孝可定当登司拜访 阿弥陀佛 老纳要回少林了 无极啊 今日一战 你名扬天下 对明教更是恩重如山 怕你以后多多规劝引导 使明教改邪归正 少做坏事 据侄儿所知 其实明教 侄儿 尊奉大伯教诲 自当权力而为 那好 我们也该告辞了 记着 商议好啊 就马上回来 知道了 告辞了